先我们来写一个什么东西呢 2.1 我们来写个用户 什么叫做边写什么 边写后端 边写后端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呢 我们也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就做一个用户管理 我还记得吧 咱们是不是让你们做轻易文件 是不是东西 OK啊 别在犯困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整一下什么 2.1.1 我们来写一个叫做用户 用户表 什么用户啊 用户表的一个设计 那么用户表的设计 那这个用户呢 我们其实就比较简单 老实做就很肯定简单了吧 那就是一个RD 一个账号 一个账号都没有了 姓名 然后呢 你你 没了 别的就没有了 就这么简单 OK啊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叫 创建一个叫做 轻易文件等等这些东西吧 我们使用什么 Leo法来进行创建 好吧 那么为了节约一点 接下来我们就重启一下什么 阿巴基 重启完阿巴基以后 那这时候我们带着万分激动的心情 打开IP 紧看我们 然后回车一下 那么Leo法肯定就会出来了吧 那接下来干什么呀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写个接口吧 所以说写接口 又记一下 又记一下 我用PAP 什么 stop 杨总老师 我电脑扛不住PAP 你用Subline 用VS code 你用什么 用随便 好吧 这东西我不强求 好了 接下来我们干了几件事情 很简单的几件事情 那么我们干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这里往来 大家看好 我们首先是不是写个路由啊 不是写路由了 差点就整保片了 我们现在在干什么 是不是在整我们的用户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 要干嘛呀 要创建什么 是吧 在创建什么 我们的就所谓的迁移什么 文件吧 创建迁移文件的命令是什么 PAP 什么 Artisan 什么 然后Mac 什么 什么MacRation OK 那到时候我们不创建MacRation 为什么呢 因为MacRation干嘛 太毕竟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把原有的这个什么 原有的这个user 给它干嘛呀 这模型是不是删掉了 那么我们创建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创建一个模型 明白我的意思吗 然后呢 在模型当中 我们创建个什么user吧 然后goem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创建模型的同时 把迁移文件给我干嘛 就创建了 那这时候来 我们把迁移文件干嘛呀 也删一删 因为这个东西说 默认还有两个 所以这两个干嘛呀 什么神经 接下来干什么 回车一下 那么大家看好 有没有创建成功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个的作用就是什么 就是创建模型 同时干嘛呀 创建迁移 OK啊 那这时候我们走理一下 那么完成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就创建好了 创建好了以后 接下来干嘛 最小话 然后找到它 在这个地方来 我们是不是该写就写一写啊 写上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 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干嘛呀 快完成了吧 那写上一个什么东西啊 user name 得于多少呢 五十个汉字啊 差不多也可以了 然后来 咱们写上一个什么账号 什么写下啊 然后来还有个什么 泥泥 那么泥泥呢 一般我们是吗 是不是他呀 当然我们一般用过什么 无符号的 是不是 这不是无符号的吗 端正习吗 你说泥泥还整个副数出来 都不是出轨了吗 对不对 什么泥泥啊 其他的干嘛呀 就没有了 娘导上你这个整的好简单啊 对啊 就是这么简单啊 干你 好吧 那么为了维持来 我再加一个碗 好吧 加个美举 啊 美举我们来个什么 新米 那这个东西 你这样叫美举的话 外户就是什么 不是先生 就是什么 就是女士 现在不要用男和女啊 听的不舒服 是吧 你给我出去 啊 啊 这要怎么办 新米啊 那这样啊 我们是不是就刷好了 可以吗 OK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关于这个签议文件 我们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成功 那么签议文件 我们刷新成功以后 接下来干什么 你还要干什么 是吧 配置是吧 是吧 配置数据库 数据库不配置 你电话一回车 是不是去报错 是吧 OK 所以说我们要打开 我们的什么 什么 一个工具啊 那么连接一下本机 那么右机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什么 数据库 也和 右机 我们是吧 新建数据库 我们选择叫 数据库名字 叫3wapi.com 好吧 字符集用UTF8 Mb4 然后选择什么 挺好 可以吧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再补充一句啊 以后都给我用这种 明白吗 为什么呢 因为MyScore 其实啊 之前的UTF8 其实是有bug啊 只不过MyScore 一直不修复啊 一直不修复啊 后来呢 他就修复了 那修复了以后呢 咱们就支持了啊 支持了 但是呢 MyScore要重复令部 以后再支持 知道吧 MyScore8.0呢 就是默认 就是这个字符级编码 啊 所以说你觉得 要不要用这个 听到这 这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说 你就要用吧 好吧 那 我知道你们可能之前 没注意 所以说我现在干嘛呀 都给你截图不下来 我就不相信 你那这真错了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 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那接下来我们配置数据 会打配置 你就直接说 在EMV不就得了吗 啊 是吧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 来什么找到他 这叫做3W API com 是不是这个 那这个用户名呢 呃 用户名码 我就告诉大家 就这么任性 是不是就会面 没把他告诉他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不想设置前缀 我比较不想用前缀 明白吧 因为我们必定 现在不是做项目啊 所以说没必要 那么正规啊 是不是就设置好了 ok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配置好 这个地方干嘛呀 在 跟 目录下面的什么 点1NV 文件 什么 我们来设置什么 账号 就是数据账号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设置好了 设置好了以后 那接下来 我们就很轻松了 关掉它 执行一个命令 就得了 那个命令呢 叫PIP 什么 阿迪森 什么 这个东西 我这样去敲 确实太累啊 一会儿我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让它什么 有提示啊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回车一下 就行了啊 你看 是不是成功 ok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要 执行成功啊 那执行 这叫做执行什么 迁移吧 是不是执行迁移啊 那执行迁移 完成以后 大家在这个地方 来干嘛呀 刷新一下啊 然后我们打个3W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 对应的数据了 能不能干啥 有了表明以后 那接下来干什么呀 我们还要干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往表里面 干嘛呀 什么填一点数据啊 是不是填数据吧 那填数据的话 我们就要PIP 什么 阿迪森 什么 Mac 什么 什么C的 ok啊 那这个地方 我们写一个什么东西呢 写一个叫做U的 什么C的 是不是一个呀 回车一下 然后这时候什么 三加不错 123 慢 鬼慢吧 我们 创建什么 是吧 填充文件啊 啊 填充文件 我们是不是刷新好了 那填充文件刷新好了 那么我们你成功 就已经干嘛 是不是更加了 那接下来 我们找到数据库 然后呢 找到C的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找到他呀 第一步 我们先user一个 什么东西啊 user 什么引过来啊 第二步 我们先到这user 这个地方来 我们写一个什么 黑名单 或者是白名单 啊 然后来写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啊 这是什么意思 不允许 什么 添加的 什么 字段 啊 这个是在哪 什么时候生效呢 creator的时候生效 是吧 那这时候 我们现在是不是整空啊 那就是所有的字段 都允许干嘛呀 是不是允许添加 那他跟他 和他有个黄金搭档 叫做我们 称称也要 北名单 叫Five 那这两样 写了 写到这里面 这就是什么 允许添加的 什么 这个两个 有什么区别 就是一个 你写在这上面 去的话干嘛呀 他就不会添加 一个呢 你不写在下面 不好意思 他就添加不进去 那你觉得哪个 你觉得你 用了习惯 你就用 明白吗 反正这粘着不能 共存 就这么个意思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我这样讲 哥让吧 别人说 哎老师啊 我能不能整个黑的 一整个白的 你就用一个就行了 我这个现在 是所有的字段 都要添加数据 所以说我就用黑的 好吧 这会 你们怎么那么 印象 怎么那么淡薄 淡薄的米粒的 这些东西都不耽误了 对不对 OK啊 别别别 在模型中 在模型中 是把添加对应的 什么叫做 类限制 好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 就是有了类限制了 限制好了 类的话以后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来 就可以做了 叫做什么东西呢 Four一下 Four个多少呢 Four一个 $i等于一个1 $i加加 小于等于100 $i加加 OK啊 那这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叫DB Four和DB呢 User什么 Create OK那这时候 我们写上一个速度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 是不是叫做 UserLim 它就应该等于一个什么 User 我再加点上一个$i 是不是就写完了 那除了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不是 还有一个叫做 性别吧 那性别的话 很简单 我们就是 不是先生 就是什么 就是女士 什么女士啊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来整一个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整他呀 整一个的话 那外货就是 0和1吧 什么就整完了 那这个剩下的 还有什么东西 剩下的是吧 还有个0 0 是吧 0 0嘛 那么0 0的话 我们就比较简单了 多了爱 熄火 时间还有我下的 你这有点 给我开玩笑了 我用Create 它是不是自动 就给我下了 不是吗 OK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干嘛呀 是不是在什么 在我们的填充文件中 是吧 就建议了 什么 是吧 填充了 什么 这个数据的一个电码 OK啊 那电码写完了以后 那接下来干什么呀 是不是打开它呀 把这玩意干嘛打开 然后呢 在这里往来写上一个 User 什么 什么写好了 可以吗 这不是靠 你觉得是干嘛用的 靠这个词 你的 是不是调用啊 调用吧 我是不是 定一会 我是不是定一会 调用啊 梁老师啊 我们之前不需要的 当然是你之前 是不是没这样去 你们之前怎么去用呢 这样 我都知道你们之前 大概是怎么用的 是PAP 阿尼塞 什么 Mac 不好意思 是不是叫做 DB 什么 C的 然后刚刚 什么 等于一个 什么 这个类 什么 我想问你一下 假如说这个 现在这个项目上线 你有年迈一张表 你给我 所有的数据都给我 挺重一遍 你敲这个命令 不然你敲了 是吧 怀疑人生吧 是吧 怀疑人生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什么写了 那我在这个地方 写完了以后 它的调用方式 就变得简单了 PAP 阿尼塞 什么 DB OK 完成了 一直以后 这里面定义了 所有的调用东西 它都自动给你 完全怼 你觉得你用哪一个 你觉得你会选择谁 你要老实话 我就喜欢自己的 一个个的敲 来年百个嘛 敲一天 差不多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一天敲完了以后呢 第二天测试又说 这个数据 我还要再测一遍 你再敲一遍 然后你的领导干嘛呀 给你安排的活 你一点没做 到一周 到礼拜五的时候 做工作报告的时候 发现干嘛 今天这一周干什么活 这一周就是干了数据填充 你觉得你这个工作 这个能力 会加工资吗 没有工资可加的 但是我这种就简单吧 说带手 是不是就给大家斩了 你说你要加是吧 帮我一个命令一敲 甚至我把这个命令都告诉他 你去敲去吧 你去敲 你不要找我了 是不是你可以啊 明白我的意思 OK 严重方案 你愿意选 你要让脑上 我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去写 那你干嘛呀 就这么敲 好吧 这都很简单嘛 OK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 是吧 在这定义 然后我们调用 调用 那么调用完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要执行啊 那执行这个命令 我刚才都已经干嘛呀 是不是都敲出来了 我也不问你们了 因为问你们干嘛呀 我可能会伤心 所以说 所以说我自己 是吧 OK啊 什么DB 是吧 OK啊 那这时候大家 这是过一的啊 这是过一的啊 这是你看发现 是不是成功了 那成功以后 大家来看好 我们的100个用户 有没有出来 有吧 那现在有没有问题 我现在再执行一下 他是不是又变了 那个年百了 是不是说不会了 我再执行 肯定是年百啊 这怎么说不会呢 你们哪来的自信呢 大家现在100 我就来刷新一下 是不是年百啊 对不对啊 这怎么那么大自信 就是说不会呢 这是我们要用他的时候 我们来干嘛呀 现在清空数据 什么清空数据吧 因为你必须是测试嘛 所以说我们吧 这个东西你记不住 无所谓的一件事情 明白吗 OK啊 那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 先把表新了 然后再加新的 这样的话测试人员 是不是测试的很爽啊 这时候你发现干嘛呀 他永远是100啊 是不是永远是100啊 懂了吗 就这个东西 你可以写 可以干嘛呀 可以不写 这个东西 写不写取决于你自己 好吧 这个东西我都感觉了 你们这个忘了 太多了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了数据了 有了数据了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